要是原价入的话 这个麦哲伦槽点还挺多的 但是我580入的时候 哎 还怪好的嘞 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的是 由新世纪工作出品 海贼王麦哲伦 手门高度在43厘米左右 虽说是POP比例 但也是非常大的一支 面条方面 样子上倒是挺像的 但神代方面不太行 尤其这个眼神啊 有点呆滞了 做工上大体说得过去 但是面部边缘和嘴形边缘 都是有一些一期问题的 看侧脸的话会舒服很多 毛发的层次有表现 但是锐度不高 既看之下的话 帽子边缘的一个线条 也是没读好 在整个模具表面 是用的一个浅的纹理刻画 这种风格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大衣上有这种 若隐若现的皮革纹理 配合上这种高光的表现 整体的观感 是非常自然舒服的 褶皱的形态效果也不错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生硬感 手套上的一个金属界面 蛮好看的 质感很强 右边手织毒龙 算是本款产品的大亮点 但我觉得表现的中规中矩 整体轮廓的问题 就是在细节方面 并没有让我很强的感受到 它是流体 有点粗之大焰的意思 不过这个毒龙是真大呀 上面还有阴影修饰 层证还是有的 包括下摆树这个毒液的修饰 你乍看没问题 但你多看一会儿就感觉挺假的 到了腰带这里 边缘处又发现了异色的问题 麦哲伦这个小翅膀 还挺有反差感的 很可爱 做工上归归归归 没有太多可聊的 这个场景小地台也不错 图中有层次 氛围感很足 还有一个类似POP的八角地台 做工一般 不过倒是满足了 各种玩家的需求 这个麦哲伦真的是非常大 在做工方面的细节不太行 如果原价如果好 我会觉得很亏 但是现在2G赚上600多块钱 那还挺不错的 不知道兄弟们觉得如何呢 以上是我的主观分享 感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